然后我们这个翻滚是要打算去通过 用那个动画蒙太奇AnimationMontage 去实现的 所以我们先创建一个 根据这个翻滚的动画创建一个AnimationMontage 对 创建好了之后 这个AnimationMontage应该是应用到那个 动画蓝图里面某个slot里面 然后它是有这个slot概念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动画蓝图 现在它就特别简单 它就是这个三个状态组成的一个状态机 然后它的输出导入到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动画蓝图这个输入的动作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它变得稍微更复杂一点 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断开 然后把这个ground locomotion这一个输入呢 可以存到一个cache里面 就是把它缓存起来 就是说它这个 我们正常这个走路的这些输出这个动画的这些 这些动画就可以把它缓存起来 就是我们可以改个名字 这个cache就叫做 ground locomotion cache 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个cache 然后当我们去把这个cache存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使用这个cache 你比如说这里直接搜这个ground locomotion ground locomotion cache的时候 这个东西其实就引用了这个cache 就是说我们把它存起来 就像存一个变量一样 这就是它的输入 输出 把它输出存 之后我们去把它set 把这个输入呢导入到一个slot里面 slot就是类似一个空位 这个slot这个概念 我们这个首先就是这个 看这个把它导入哪个slot 就是default default的一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是用的什么slot 这个default 这个这里是没有的选的 就是我们要这个slot 我们在哪里创建呢 就是回到我们文件这儿 它有个动画蒙太奇这个文件 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 这个翻滚的动画蒙太奇 在这里你看它只有一个default slot 就是我们可以点击这个slot manager 然后它就会跳出这一个界面 我们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slot manager 里面只有一个default slot 我们可以创建其他新的slot 点这个slot 比如说我们这个名字叫做 sumetric名字叫做upper body 这个slot就是default 一下一个叫做upper body的slot 然后我们把这个slot 调到upper body 保存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动画状态机这里呢 我们去选择的时候保存一下 然后点这个default slot 把这个default slot 调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upper body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 动画蒙太奇里面创建的slot 我们选择把这个存到upper body里面 然后这个groundwork motion到upper body之后 我们叫它 就是它通过了这个slot之后 我们再把它 传存到一个 另一个cache里面 这个cache就叫做upper body cache 就是说它这个是upper body slot引出来的这个动画的cache 把它命名一下 好现在我们就有两个cache了 像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所谓 但其实之后会 如果你动画机比较复杂的话 你就需要这样经常用到这个缓存 我们把它cache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upper body cache 它就是属于一个upper body slot 底下的一个动画的cache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 输出的时候 我们建立一个叫做blend post bytes boolean 就是然后我们装进一个变量在这里 这个变量叫做rolling就是翻滚 叫做就是看它是不是当前是不是在翻滚 我们把这个翻滚连到这个blend post by boolean里面 就是说根据它当前是不是在翻滚 我们选取应该播放哪一个动画的姿势 动画的post 但如果它是如果它是不是在翻滚的话 我们直接用这个upper body cache 然后我们再到那个这里有点乱啊 就是我们再到那个 动画蒙台器里面点那个slot manager 我们再新建一个slot叫做fullbody 就是全身 好新建这个slot再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那个动画蓝图里面 复制一下这个fullbodyslot 点Ctrl加w复制一个 然后导出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slot 它把它载入到这一个fullbodyslot里面 然后把这个fullbodyslot跟这个连起来 true post连起来 所以它如果翻滚的时候 它翻滚 正在翻滚是true的话 它就是用这个fullbodyslot 看一下啊 对啊正在翻滚是true的话 它用fullbodyslot 因为 你等于翻滚的时候影响全身嘛 我们动画蒙台奇 因为你看这个翻滚它是一个全身的动画 我们选择slot的时候 就把它选择到这个fullbodyslot里面 然后选择 然后它选择的时候 它会这样卡住 但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bug 等你重开一下它就好了 然后我们回到动画蓝图里面 等于说呢 当翻滚是true的时候 它直接就是在fullbodyslot这个 选择 这个fullbodyslot这个动画 它就会播放那个翻滚的动画 当这个设计好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别的地方 传入这个参数 就是告诉它什么时候正在rolling 就是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角色控制器 不是角色控制器 就是那个角色蓝图 character blueprint 我们应该是到这个动画的这个blueprint 这个动画的blueprint的这个event graph里面 我们需要在这里 就触发某个事件 然后就告诉这个动画的蓝图说 我现在应该是rolling了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创建一个事件 但是呢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 蓝图interface就是蓝图界面吧 我可以创建这个 然后去创建一个 就是这里是点击右键 然后我们下面有个blueprint 他们下面有个blueprint interface 我们把这个blueprint interface 命名为这个bpi 像我就喜欢叫bpi 然后然后面就是它那个是 在blueprint interface 我们创建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在这个interface里面 加入一些interface 就是用户界面 就是它这个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但是它就是那个interface函数 比如说我们要加一个 这个interface是给那个动画的蓝图用的 所以这个函数我们就用一个 就是传它 告诉它是不是需要更改 那个翻滚参数的一个函数 我们叫它setanim setanimbit bp rolling state 就是去设置那个动画蓝图的翻滚状态 然后在这里的input的话 我们再选择input就是一个boolean boolean就是 就是它是不是rolling 然后我们就保存 然后这只是一个interface 我们需要应用这个interface的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蓝图 动画蓝图 然后这里class default 还是classsetting这里 你点击这个classsetting 就是这个动画蓝图的classsetting里面 让它使用这个interface 在这右边这里你可以看到interface 它现在没有用任何interface 没有implement任何interface 我们现在选择我们刚刚创建那个bpi enembp soleplayer 然后点击确定compile 然后我们在这个eventgraph的时候 就可以调用那个interface里面的 我们刚才使用的函数 那个叫做setenembp 对叫event setenembp rolling state 等于说如果有别的地方的去调用了 那个interface的函数 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在触发这个事件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rolling state传过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改我们当今的rolling state 然后在这里 把rolling拉过来 选择setrolling 我们拉过去 这个state就是rolling state 这一块 等于说这一块就是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在哪里去call这个interface函数的 这个去哪里去设置这个翻滚状态呢 我们就是应该在角色那个character bp 就是角色的蓝图那里去设置这个 在哪里去设置